我覺得民眾黨人很厲害 就是話術很強 他說呢 不是寄生國會 是黨部資源黨團 對 千煌 這個跟寄生國會怎麼不一樣 差別在於說找到新的話術 如果換個有印象的話 上次我們講到民眾黨寄生國會 這件事情的時候 當時柯文哲回答的是很自然 什麼意思呢 就是他們使用國會資源 他們有立法委員使用國會資源 這個天經地義 他就可以降低成本 這是當時柯文哲的想法 所以當時他沒有那套話術 叫做黨部資源國會 現在等於有新的話術告訴你說 我們不是為了降低成本 我們是黨部資源國會 所以因為黨部資源國會 所以這個不管是設計 網路 他相關的員工 在國會裡面理所當然 因為他就是要幫助立法委員的角色 所以叫黨部資源國會 但等等 那跟我們之前討論的狀況 有什麼不一樣 都一樣 都一樣 所以一樣狀況 就是你們黨工在國會辦公 所以之前柯文哲 還可以告訴你說 他是為了要降低成本可以省錢 那現在他就直接大方告訴你說 新的話術叫做黨部資源國會 黨部資源黨團 所以不管是哪一種 他就基本上還是一樣的狀況 而且但還有一個差別 是民眾黨這一次 他多了三席的立法委員 所以看起來這個規模 可望比上次來的擴大 可望比上次來擴大 所以這就是我們看到的 就對於民眾黨來講 同樣的我們講 這個被大家講說 寄生國異的狀況 他們現在換了一個方式去敘述 可是呢 這時候我反而看到一個現象 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對柯文哲來講 現在又跑出了這個 一日北高這件事情了 一日雙塔 他這一招不是玩過了嗎 這一招玩過 可是對他來講 這一招呢 他可能也想不到其他方式 因為柯文哲標準了三套 哪三套呢 第一套就是在告 他的三套方式 第一套就是捕獲野生科B 所以不管是在捷運 或是公車呢 同樣的梗從2014年 玩到今年呢 他還是可以用 所以超過十年的經典 第一招叫做捕獲野生科B 第二招就是一日雙塔 跟一日北高嘛 一日雙塔跟一日北高 換個如果印象的話 什麼時候開始玩的 2015就做了啊 所以2015到現在 2024年 一樣是十年經典 然後梗 持續當中 我可以再跟你預告 下個月第三招就要登場了 下個月第三招登場是什麼呢 叫做媽祖遶境 媽祖遶境 所以呢 因為下個月就會看到 媽祖過壽 所以媽祖過壽 媽祖遶境 媽祖在遶境的時候 不管是大甲 媽祖遶境 或是白鯊 媽祖遶境 你有沒有注意到 柯文哲也是幾乎 年年都會參加 所以柯文哲的 最基本的三套 我們家說三招 就是我們講的這個 捕獲野生科B 然後再加上這個 一日雙塔 一日北高 然後再加上遶境 所以這三招 對柯文哲來講 這都是維持聲量的方式 所以你幾乎都可以看到 所以他現在是怕 很怕沒有聲量 因為 換跟你去講一件事 立法院 他們現在說20號 對不對 20號開議之後 請問媒體注意的焦點 跟戰場在哪裡 在國會 所以最大的聲量 焦點都是在國會 所以對柯文哲來講 你如果到時候 聲量都被搶走的話 那他就沒有版面了 這個黨主席的聲量 突然一下大將 這怎麼可以 這個至少在2028之前 他都還有保溫 所以他必須要有其他新招 所以除了剛剛我講到三招之外 你可以預見的是 柯文哲接下去 應該跟立法院的民眾黨團 會很多的互動 意思就是 柯文哲可能要親自到立法院 作證的情況會變多 講說是作證 事實上因為不去現場 你就沒有曝光的機會 所以這個作證 曝光 乘聲量 三位一體都是同一件事情 因為對他來講 他不能不這麼做 可是你看了還是覺得怪怪的 為什麼 晃哥我們看政治到現在 有常常看到國民黨黨主席 民進黨黨主席 常常到國會去的嗎 沒有 所以對於民眾黨來講 他所走出來的新政治的狀況 所以柯文哲來講 當然會有聲量焦慮症 因為你看如果所有的版面 都被國會給搶走的話 都被黃國昌 黃珊珊他們搶走的話 那開玩笑 那未來這個黨主席 不是影響力低落 影響力低落 如果支持者看的都是黃國昌的指標的話 那柯文哲對柯粉影響力大降的話 那還得了 他可能有被取代 所以柯文哲他勢必接下去 除了我們講的固定三招之外 下一個他就是要到 這個統統會變史上 最常去立法院的黨主席 這個是很有可能發生的狀況 但是在這個時間點 有一個對民眾黨 比較尷尬的狀況出現了 什麼狀況呢 是之前有一個所謂的 1450的網軍駕幕表 在選前的時候就一直在傳 傳什麼 你看這個是柯文哲支持者 叫張曉宇 他說 他說無意間看到有人在傳這張 真心覺得我要努力封鎖他們 不要回他們是對的 因為他們發文有錢賺 我們沒錢賺 那你想說民眾黨的張曉宇 他在分享什麼 分享這一張表 這一張表 如果觀眾朋友我們細看 上面看起來 也就是網軍的操作狀況 什麼酸文組 甲中立組 這個叫十組帳號 發文要765篇 這就是他的績效目標 還有反串組 還有攻擊文組 純發文組 還有臉書社團組 還有技術組 很專業 對於網路操作的部分 你看有人負責酸文 有人負責裝甲中立 然後有人負責反串 有人負責發攻擊文 還有人要負責在臉書社團的部分 而且都有KPI 目標就是每個都要發 765篇 700幾篇 都有相關規定 當時就是用這個 在攻擊民進黨說 這都是民進黨的網軍 然後在做專業操作 然後這些人 51450 都有錢可以拿 就尷尬事情出現 這一張被四叉貓踢爆 踢爆什麼 被踢爆奇怪 這個看起來不是民進黨的 這個看起來是你們民眾黨的 為什麼這樣講 來各位看 四叉貓踢爆這個文 發現是什麼 發現是民眾黨不分區立委 吳春城的公關公司戰國策 他的檢討工作報告 那這一張來看 標頭在這裡 戰國策傳播集團 11月份工作檢討跟修正規劃 那你想想看 那你會說 奇怪 那他這份報告到底跟剛剛那個東西 哪個是一樣的 這個 上面的地方露了破綻 什麼上面的地方露了破綻 我們給觀眾朋友看一下 我們是不是第一個叫酸文組 對不對 然後發文目標765篇 對不對 然後來 這一份戰國策傳播集團的報告裡面 這個第三點這個地方 第二點的第三條的部分 11月份組員工作情形 下面寫酸文組 五人 十組帳號 發文765篇 剛好一樣 跟剛剛他像是一模一樣 所以 剛剛那一張表 也不過就是報告的 第二點的第三條的部分 11月份的11月份組的員工工作情況 換言之 剛剛那張表不是講1450 那張非常專業的分工表 其實就是戰國社傳播集團 他們11月份的員工工作情況跟目標 所以這裡面就告訴你 而且還在講什麼 注意看 這個工作報告裡面 前沿露線 露什麼線 本月民眾黨內參民調結果顯示 柯文哲支持度上升3% 以下針對11月份工作內容檢討 並依照工作實務提出修正方向 這個戰國社的工作 請問在替誰工作 就民眾黨 是嘛 就替民眾黨工作 前沿的部分就講出來 他們的工作目標 跟柯文哲的支持度 是綁在一起的 所以換言之 之前拿來酸的老半天 拿來講的老半天 說1450 說是民進黨操作網軍 說民進黨這些網軍有錢拿 到最後發現 這份工作報告 竟然是民眾黨的 但是 看完之後 我覺得民進黨也是要小心 你有沒有看到 很專業 酸文組 甲綜藝組 反傳組 攻擊文組 存發文組 這些分工分到這麼專業 而且還每個月定KPI多少 如果用這個方式 未來的行政團隊 跟現在的行政團隊 如果你們看到 民眾黨的攻擊手法 是長這樣的話 那看了真的是要小心 所以這個也是為什麼 我們在講說 不管是行政越好 還是未來的 這個新的內閣團隊 回應議題的速度 一定要快很準 因為你看到 現在在打擊你的對手 就是用這樣的方式 再攻擊你的確 不過民眾黨下次要抹黑栽贓的時候 麻煩做得細膩一點 不要那麼容易被抓包